店員雙手大力咬著雪刻杯 接著打開蓋子倒入飲料 不管天氣冷或天氣熱 不少人隨時隨地都會來上一杯手搖飲 相關店家在台灣更是隨處可見 只是有民眾在桃園家飲料店 滿心期待買了茶回家大喝特喝 等到整杯快要見底後 卻發現珍珠怎麼都吸不起來 撕開瘋膜杯子裡面竟然出現雪刻杯的杯蓋 吸管還不偏不倚就插在蓋子裡 這幕也讓當事者嚇壞幽默地寫下 這杯飲料有點重算是賺到了吧 是有可能產生的問題 但是這種GD要讓他降到最低 我如果親身體驗到 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很噁心 因為畢竟那個杯蓋 也做過很多杯飲料 這樣讓客人看待 也會覺得不好的感覺 民眾直呼真的很噁心 因為雪刻杯經常使用 早就被店員摸了好幾遍 事後當時店家回應 忙中出錯非常抱歉 會更留意製作過程 加強員工訓練 只是民眾下次買飲料 廣告過程也會產生應應